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 爱快的九王口2.5G交换机 当时金水决的2.5G的轻管理型交换机 价格在500以内已经真的是非常便宜了 何况它还带一个实际的光口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两款交换机 8加1的价格直接干到了400以代 而5加1的价格更是已经达到了300以内 这个就是内卷之王DOTX的2.5G交换机 5个2.5G网口和一个万兆光口应该是全王首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交换机的金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作为一个出口为主的产品 只能说这个包装非常的外貌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交换机的本体 跟一个12伏1安的DC的电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两款都是黑铁壳 前面板为PC的白色 左侧是2.5G的电口 右侧是实际的光口 所有的网口下方均有指示灯 这点要给好评了 之前爱快的SFP是没灯的 插毛棒的时候 你是比较难判断它到底通还是没通 背面一个DC的电源接口 和一颗接地的螺丝 两侧均有散热开口 并且有机柜的安装孔位 底部有产品信息贴纸 跟挂墙的开口 整体的做工看起来是中规中矩 相对还是比较硬核的 打开底部的螺丝 就可以打开底盖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 做工还是非常非常规整的 主板的背面是有导致的硅胶的 它可以很好地把热量 导到外壳上进行散热 我们取掉它的散热片 就可以看到8加1的设备 是两个螃蟹夹的芯片 一个是8373 这个是主控 另外一个是824 5加1的版本 是用了一颗8372的主控 和一个821B的PHY 同款的方案 我们是在爱快那期 已经介绍过了 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8373的主控 集成了4个2.5G的PHY 主要负责SFP跟4个2.5G网口 有两个USX 一个接SFP 另外一个是接交换芯片 824是集成了4个2.5G的PHY 是一颗4网口的2.5GPHY芯片 这两颗芯片之间 是用通用串行子的一种相连 它的带宽是10Gbps 背板带宽一共是60G 这个5加1的版本的主控是8372 可以算是8373的地理 由于是刚刚出货的新品 网上基本上查不到太多的资料 那么盲猜同样也是集成了4个2.5G的PHY 支持两个USX 支持两个10G的SFP 为啥金水能猜得这么准 因为雷克的GS6 也使用的是同款的方案 6个端口 全部接在同一颗主控芯片上 8372应该是不能够接多口的PHY芯片 824 所以估计会比8373会少了一个实际的Mag 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拆解 那么如果破坏这个标签的话 可能你会失去你的质保 这两个交换机在待机的状态下 不差网线的待机功耗是在2W左右 差4个2.5G网口的时候 它的待机功耗在5W左右 再差10G的光口 它的功耗会在6.3W左右 全部差满也不到10W 基本会在9W左右徘徊 那么5加1的版本 差5个2.5G的网口 它的功耗会在5W左右 咱们再差10G的光口 它的功耗最高也只在6.5W左右 由于这几颗芯片的功耗都非常的低 发热也非常的少 那么摸起来 其实就比我们的体温稍微高一点 这两天深圳非常热 基本室外温度在35度左右 室内可能也在278度 在满负荷运转测试的时候 摸起来也会稍微 只是有一点点的热而已 而且体积又比较小 你把它放到小一点的弱电箱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实际的测试的表现 8加1的版本由于一个爱快是同款方案 8个2.5G网口跟一个万兆的光口 背板带宽的理论应该是60Gbps 我们使用上次同样的方法进行双向打流 实际的表现跟爱快差不多 我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测试结果会在48Gbps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加1的版本 2.5G的网口两两对达 大概在18.7G 离理论带宽20G会稍微有一些差距 每个网口平均都会在2.34G左右 带上万兆跟另外一个2.5G一起打流 那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 它总体的带宽在测试的时候是22.5G 比起实际的背板带宽真的是少了不少 我们从飞向图可以看到 万兆的2.5G只能跑到1.5G左右 那万兆的波动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我注意到我测试的小主机 它的CPU已经满载了 我突然考虑到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于是我就做了单向的测试传输 那6个网口单向测试传输 大概在15G左右 那么双向会在30G 那这个数据就跟理论4.5G的背板带宽 就非常接近了 后来我们又使用Windows测试了文件传输 传输一个20G的电影 那也可以跑满带宽 并且没有从万兆到2.5G单向传输的时候 出现数据包堵塞的情况 好最后我们说一说猫棒 那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点 我们测试了我们手上的几款猫棒 那配合猫棒它是真的可以实现作为多网口的光猫使用的 我们实测诺基亚阿尔卡特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但是呢需要多拔插体词 那华为的2.5G猫棒呢 这插上去的 它也没有反应 那么还好我问过官方 那官方说呢是非常建议用ODI的猫棒 那么我也买了一个G-Punk跟E-Punk的双模的版本 那确实好用 而且呢也不用刷固件 简单到后台填写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的链接 那接软路由拨号 跑满千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这个全新的猫棒呢 大概要200多 而且不包优 那确实是有一点小贵 由于这次呢折腾了好几款猫棒 主流的猫棒基本上都玩过了 那么想看刷猫棒教程的小伙伴呢 可以留言或者点赞告诉我 那如果人多的话呢 其实可以专门做一些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了 想见到这里 小伙伴们都应该对这两款DOTX的 2.5G的交换机呢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 那锐域这两款的新方案呢 在功耗和发热方面控制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9个网口都插满也不到9瓦 实际到2.5G呢 也完全没有压力 那外观这个东西呢 就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还可以 那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在满负荷的时候呢 跑不满背板搭关的问题 因为像金水在测试中的这种极端的情况呢 日常是非常非常难以触达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问题呢 还有另外一块 那就是在用万兆的光转电模块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发热的情况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应该知道 那大家一定要留神 千万千万不要被烫伤 那别的什么都不说 就光这个价格和包括这个配置 在目前来说 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存在 9瓦口的368 6瓦口的只要288 金水的小店呢 也已经正式上架 那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我的小店了解一下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选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成体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